大家好 英国封城第六周 现在我所在的是英国威尔市的Zwanky海滩 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绝对相信 有人已经动了举报我的心思了 因为按照英国的法律 举报一个到处乱跑的人 可以得到120磅的奖赏 被举报的人要被触罚400磅 但是我要告诉这些已经动了心的人 你们绝对失算了 举报我一定不会成功的 因为我又有一个充足的理由来到了这儿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就要从昨天下午 我接到的一个邮件开始说起 现在是英国时间下午7点40分 两个半小时之前我离开国民汉 我的目的地是Zwanky也是威尔市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 被称之为天鹅海 由于我刚来英国的时候把自己的公司注册在了Zwanky 因为Zwanky离英国的媒体中心卡地夫非常的近 所以后来我搬到伯明汉之后 这个办公室也保留了 今天早上我接到威尔市政府的一个邮件 说在疫情期间威尔市政府给所有在威尔市地区的公司 发了一个很重要的信件 让我们去接收 在一周之内给出一个回复 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后边我会跟大家说 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 既走了城市之间的公路 也走了高速 并没有碰到任何的检查或者警察的拦截 所以呢也不像人们说的那样 在这期的结尾 我会和一个在伦敦的学生连线 让他说一下伦敦那边的情况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办公室了 这个呢就是我原来在Zwanky的一个办公室 现在还保留着 这个三楼就是我原来的一个办公室 后来搬到伯明汉之后呢 也没有退这个办公室 现在大概是每个月来一次 因为这边还会接到一些最初的政府给的一些信 因为每个公司都会有一个注册地址 我是最基本的注册地址 就是这个 这个信呢是威尔斯政府给的一个通知 就是说在疫情期间 所有在威尔斯的企业 由于比如像我们这些办公室 是不能办公的 但是我们依然交着地税 依然交着房租 所以每个企业给一万磅相当于大约9万人民币的这么一个补助 如果你要的话 那么你就要把这个后边的表填了 填了之后去申请 申请之后就是可以给你 这个还不是说英国政府给的 这就是威尔斯地区政府给的 这个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得想一想我是不是申请这个 因为这个可能带有一定的福利吧 对于可能将来公司发展不是特别好 这个办公室里所有的家具 我们看到的这些家具 全是我在救货市场逃回来的 比如说这个柜子 这个房子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房子 从外边我们都能看到 这个柜子相当于大约是光绪年间的 光绪年间的一个柜子 保存的非常的好 这个是英国人有钱人家放在这个餐厅里的 这个上面主要是放一些酒具 底下放一些水晶的东西 然后再往底下放盘子 然后这还有抽屉之类的 这个凳子是我从教堂收来的 这个教堂已经现在已经没有了 然后他把教堂里的很多的东西都卖掉了 然后这个凳子是100磅一把 相当于1000块钱人民币一把 我一共买了4把 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还有这个小轮 还有这个小轮 然后做工都特别的惊喜 特别好看 在英国桃花这些古家具特别容易 但是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有的这些古玩市场都已经停了 没有了 从这儿我们从来 对对对这这这这这这 这个就是我公司的营业执照 英国的营业执照是他发电子留意件 然后你自己去打印出来的 这个是我的税号 这个是我公司的logo 基本上这就是我办公室 然后下边还有一个 我原来去装饰的一个我们的会议室 我们可以去看一眼 这个办公室是我们因为这个楼是一个合用的 还有一个哥们我们一块在租的这个办公室 底下是一个会议室 所有的这屋的家具也都是老家具 像这个是早期的一个厨房放的一个相当于酒柜或者橱柜 这个特别有意思 这个是英国的Royal Downton的一个装门做的酒鬼的喝啤酒的杯子 这是一套 这个沙发是当年我捡的一个漏 这沙发是39磅一只 也就是大概300多块钱人民币一只 当时一共是两只 我一下就把它收回来 这个是英国老式沙发 特别舒服 布面 而且坐起来特别有英国那种感觉 事情基本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在威尔士这边我有注册的公司 有注册的居住地址 我来这儿并不违法 对于那些想靠举报我挣120磅的同志们 就可以打消这个想法了 从这一周的整体情况来看 英国的所有的数据都在逐步的下降 生活也基本上开始恢复正常了 据说到5月7号和5月11号是一个节点 英国政府会逐步宣布一系列的解禁的政策 当然是逐步的解禁 我之前已经说了 我到这边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国内的有一个家长给我打电话 他的孩子在斯旺西大学上学 住的是学生公寓 平时这个学生公寓住了8个人 大家是共用一个厨房和客厅的 疫情期间 这8个学生里有5个是英国学生 或者说老外 这些国外的学生 好像对疫情是没有感觉的 完全是零防护的一个状态 把咱们中国学生给吓坏了 他的父母就联系我说 能不能帮助他找一个单独的房子来住 这样能够相对安全一点 正好我在这边有一个做房地产中介 做的比较大的一个朋友 我问他了 他说这边有房子 我这会等他 然后我们见面之后 他带我去看一眼那个房子 我也把这个视频发给国内的家长 希望能够帮到他吧 这会儿他过来了 哎 佳姐 你好 你好 你稍等吧 哎 总好 你好 哎 好 你好 我刚才跟你说了 咱们过去看一眼 好的 好的 你瞅一眼 现在像这种情况多吗 挺多的 其实现在这段时间 大部分都是 就是学生家长比较担心 这个学生住在密集度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近期很多的学生宿舍 再换到这种apartment比较多 而且咱们国内的家长相对也比较介意 跟当地的 就是欧洲或者英国当地人住在一起 因为他们防护做的没有咱们好嘛 是这么情况 威尔市这边好像 双岁这边学生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对 相对人数不少 尤其是这两年 来 您请进 这个房子是吧 对 您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客厅 这个是咱们一个月之前 咱们投资下来的一套房子 刚拿了钥匙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学生 都是类似于像 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比较多 您来这边看一下 这个等于是一个次卧 这个等于是一个 相当于侧卧的洗手间 这个基本上就是 指定的就给那个侧卧的 这个租户来使用就行了 不需要共用 因为主卧里边有自己单独的洗手间 这边是一百六百磅之间 他们住在学生公寓的 大部分是一百五十磅到一百七十磅一周 那么按四周算 其实已经六百磅了 但英国算是五十二周 所以应该是四周零两天 那么这样其实远高于咱们的这个价钱了 而且空间上要比我们的小的多 咱们中国的这个学生呢 包括学生家长呢 其实特别更多的选择是类似于像这样的方形 因为呢相对于来讲这个安全系数比较高 而且这个区域呢 是相对于四王岁一个比较好的区域 可以说是一个富人区 所以像安全系数 这些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对了 嘉琪你也是四王岁大学毕业的 对张老师 我是09年研究生毕业的 09年在四王岁大学研究生毕业的 那你就算学长啊 所以又都是北京人 差不多该便宜就便宜点 这也没问题 尤其是疫情期间 其实作为中国人 我觉得就互相 大家互相能体谅互相照顾吧 房子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回办公室 去和一个在伦敦的学生连线 了解一下伦敦那边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已经回到办公室 马上来连线在伦敦那边的 一个学生了解一下伦敦那边的情况 韩天你好 庄老师你好 你自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这边情况都挺好的 就是各方面生活节奏啊 还有生活基本用品啊 个人生活没问题 都还挺好的 我看你好像现在是在伦敦市中心 对吧 据你观察伦敦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马路上的情况怎么样 好我现在是在牛津街 也就是Oxford Street 这地方人很少啊 店铺都关门了 见到比较多的是这个公交车 然后还有NHS的救护车 出租车啊 私家车甚至都比较少见吧 行人也就像我背景 现在能看到的 就是稀稀缩缩的 完全不像以前人来人往的 那样走路都得躲着人走的 那种情况 我看到刚才过来的很多的行人 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也没有戴口罩 从你刚才整个 这个路上看到的情况 是不是也是这样 大多数人都做防护了吗 行人呢 他路上有戴口罩的 但是怎么说呢 一半一半吧 全凭自愿并不强制 还有一些人呢 用围巾 或者是用毛衣领子 拉起来堵住嘴 就很感觉很随意的 还是很随意 但是多数见到老年人的话 他们一定是有口罩带 而且基本只要有口罩的 都是N95 现在已经是封城第六周了 你感觉对你生活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在伦敦那边的 各个超市啊 物品供应 是不是还比较齐全 其实并不是太影响 因为商业节他们店铺会关 但是日常必要的商铺 或者是商店超市 他们都会保持营业 也保持基本的供货 包括刚开始 封墙的卫生纸 现在供货都很足 洗手店什么供货也都很足 吃喝更是不愁 如果说单纯从小我来看 就是从我单个个体上来看的话 可能说每个月更省钱了吧 据你所知 伦敦这边的中国留学生 回国的数量多吗 伦敦这边 据我了解 学生回去的其实并不是太多 因为无论是从时间成本上 或者是从这个金钱成本上考虑 以及从安全的方面来考虑 都并不是太合算 你现在是还在上学 还是已经开始上班了 据你了解 在伦敦这边的学生 他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怎么样 是这样的 我现在是已经工作了 但是我跟我 因为是刚刚毕业 跟以前学校 在英国这边的同学 还有联系 大家都很 其实也挺郁闷的 这完全没法出来了 就是日常生活 日常娱乐 就只能局限在家 听他们说玩玩狼人杀呀 或什么几乎每天狼人杀 也没有别的什么娱乐 太多的娱乐活动了 但是每个人都成了大厨 这个是真的 都成大厨了 最近关于解禁有不同的说法 你有没有在伦敦那边听到 什么比较准确的信息 或者说你们单位有没有具体通知 在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的复工 目前只能说预计吧 是在五月底六月初 可能有复工的可能 但是一切还是得看 疫情的这个进展情况 来做进一步的判断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到五月底之后 我们进一步飞食时间 但是我们目前是做的 五月底的五月下旬的 这么一个打算 好 非常感谢汉庭 你自己在伦敦也要注意安全 咱们等解禁的时候再聚 就自娱自乐吧 伦敦的地铁很大一部分 曾经是用作二战时期的防空洞的 所以呢也没办法对它要求这么高 像国内那么那么新 装潢的那么漂亮 对了 前面虽然说伦敦的交通都还正常 以往的时候呢 是每隔三五分钟都会有一趟地铁 但是现在车子减少了许多 每隔十分钟才会有一趟 还会有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